竹木 自學整古人木樂器象人系列 一 名部專訊 音樂 是世界共通語言 無分國籍年齡都可享受不同類型的音樂 大家身邊更可能有不少朋友懂得演奏樂器 而提起樂器,大家最先想到的是那種 鋼琴、結他、小提琴 還是中式的耳鼓、揚琴之類 無論如何,不少樂器其實也是用木材製作的 雖然小提對樂器演奏一竅不通 但對樂器的製作及維修等卻甚有興趣 故將一年幾期為大家介紹不同的樂器象人整古 由打鼓開始想訪問樂器象人 該前往維也納還是哪個歐洲城市呢? 原來無須這樣大廢周章 因為香港這但願之地其實已經惡苦藏龍 既有自學的 也有專門前往外國深層的樂器象人 國懷著有趣經歷和故事 今期先訪問打日本太古的豬秀文女士 Virginia及他的拍檔湯士康先生 從有留意形體表演或即興劇場的朋友 對異人的名字該不會默生 因異人都是資深的表演者 也分別是藏劇團的主席或創團成員 及編導要說中的自學整古經歷 先要由香港唯一女子太古樂團 創團成員Virginia愛上日本太古談起 打了太古十幾年 由最初玩客到後來愈來愈認真 因為太古不單只是打鼓 還是整個身體都要運用到 是人同鼓、同空間環境一體的表演藝術 探索外在與內裡關係 可以認識自己身體 呈現或釋放自己情緒 聲音的裂拼對自己的集中力都是一種訓練 不說不知 太古雖然是日本的傳統文化之一 範製點之時都會見到 然而 還有另一個國家 把日本文化成全了不少 說的是美國據網上綜合資料顯示 十八世紀末開始 日本人移民美國的數字 便因不同時期的各種原因陸續上升 因而一並把不少日本文化帶到美國 以太古為例 據Virginia所言 美國就差不多有二、三百對太古的藝團 以Virginia和Tome與打鼓制鼓的緣分 也是來自美國古語雕塑的結合 最近在牛棚一套Space Virginia參與了一個名為《初白的藝術聯展》 展出九位五十至六十年代不同回家的藝術家作品 他的參展作品之媽 陳土 飄浮木甚為特別 既可當作靜態的雕塑欣賞 也可用作表演家在梅窩 在後山執道見飄浪木 個形態好特別 可掃性好強 Aton幫我處理和製作 加上幾面線鼓 他都試了幾次才做到 旁邊放的黑白芝麻 既有是非黑白的隱喻 亦與發色轉變 年齡有關 呼應個展覽 Virginia說白變著更剪品 徒手敲打出一些隨意的節奏 東東的鼓聲在泛黃的石燈下於展場內回蕩 別有一番靈氣工具可以自己弄有人打鼓 就要有鼓 除了買 不如試客自己弄重笑言一邊箱 因Virginia在美國認識了打太鼓的日本人 對太鼓認識更深 後來更在美國參加一個太鼓的國際會議 透過聲音實驗的工作方探索聲音的產生 另一邊將草暗在香港遇到日漁美織製太鼓師傅 感受到美國的風氣之餘 在於網上參看相關的教學片段和資料 便開始動手嘗試製作各類型的 古日本最傳統那些太鼓要用神木做 手工要求很高 當然做不到 但在美國見到的人用酒桶改裝都幾好 嘩,便試客咯 不過香港的橡木桶早有人要了 唯有再找客最初做之前才試客 拆開一個中國鼓來看看裡面 研究客的木點並賣 原來市面上賣的鼓有的手工和材料都幾粗 另外又要找客哪裏有做鼓面的生皮 即未經加工處理的羊皮、牛皮之類 賣、工具方面 如果全部要跟足來買 既不知去哪裏找 而且敢買法買不行 便試客運用自己的方法 去做點適合自己用的工具 由實際需要 到好奇研究 然後再實踐中累積經驗 提到較深印象的經歷 從說是第一次拉皮 古面製作 的經過 那時是夏天 只知道拉皮要弄濕些皮 不知原來要注意時間 加上生皮是未經處理的 無造防腐 結果些皮發曬梅 兩年左右的自學經歷中 透過和朋友交流 加上Virginia的用家意見 從大致完成了6至7個不同類型的鼓 最想一件環璧開生面地和雕塑結合在一起呢 後期相較其他樂器 古的結構雖看似簡單 演奏方法也相對易入手 然而要演奏得好 當然沒眼見的簡單 要製作一個鼓出來 就更是不容易小弟向來對自學各種事情的人十分佩服 沒有導師督促 加上要自己反覆脫磨尊嚴 小點毅力 行心和努力都不幸 尤其在這個物質豐饒的年代 付出金錢便什麼東西都好象拖手可得 其實愈是容易得到的東西 我們就如不敢興趣去發掘個中奧苗 當然也不易感恩和珍惜小時候 我們拿著個胸頂罐敲敲敲打便已落上半天 十道橡筋圈 紙皮等也可玩出不同花樣 現在的孩子呢? 只懂自學下載Apps吧 相關資料 大點鼓 HTTP 無號相斜線 www.hongcountaco.com 斜線The Deco 斜線O 下滑線Deco HTTP 斜線 人此人鑽木取火 盜用木搭建房屋 利用木佛道河 製作家具 及自各種藝術設計等 木都市不可或缺的材料 故此本蘭木命名為足木Touchwood 正希望把一些和木有關的人 是和地方 以至簡單的 D.I.Y. 創作和各讀者分享作者簡介黃天仁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以回收木卡版創作卡通動物雕塑超過十年 活躍於不同類型展覽、跨界合作和項目策劃 亦積極擔任教育工作 近來透過不同平台 以文字分享所見所想